現在是看成不太多人 是否一樓對開局的重點 對啦 主要今天因為 媒體先報道說 那前總統跟相處不會來 那我想 我來也是表示一個團結 團結很重要 2016年跟2020年 國民黨所以選輸就是因為不團結 所以2020年一定要團結 無論如何一定要團結 所以我來基本上一方面當然 祈求中調與助 國在明安 比如是季神龍大聚 那一方面呢 也希望 也希望 我們要團結 所以你會特別的第一次 那你是想說第一次 我現在有媒體報導 那我說 昨天 昨天打了一個電話給他 我說我要來 那今天也會跟江子智 那你會有特別跟他 拜年啊 拜年啊 那發牌投利後 黨員失誤的 都會有可能 就競爭嘛 這也不能叫對決啦 競爭 大家 君子競爭 所以 都是好朋友嘛 我想這都沒有問題 那今天哪天總統會長 那把你總統也也會跟他 希望他支持 希望他支持 不會啦 今天那個 到 到 先生中來 主要是 祈求國在明安 風調與順 希望中華民國國英昌龍 都會談這個選舉 我覺得這事情太嚇力了 這次是從韓國民黨 然後第一次任 當中間有在你 當中間有在你 之前吃過幾次飯嘛 有有有有 上次不是 那個 他們霸捷 一起錄那個 宣導片嗎 有先放過面 你不是第一次 最近這幾天 是不是找了各方的藍營人士 還有吃飯 還好耶 還好 沒有什麼太特別啦 晚上跟飛鴻開吃飯 剛剛飛鴻那不是來嗎 他請很多人啦 我只集中只有 今天是重回國民黨之後 三個 藍營三巨頭 首次公開亮相 還選在年初三 年節期間 三個人碰面 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 要公開 互相宣誓 還互相恭喜 不能說三巨頭 他們是二巨頭 我不是巨頭 那 大家在一起 我跟你講 就是象徵團結 能夠在一起 祈求國家 國運艙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團結的意義 團結意義非常大 我現在也是為了 象徵 大家一條心 團結在一起 不管怎麼競爭 都是團結 你這麼看嘛 前總統有提到就是說 出去蔡總統不要再講 不看 費力 其實蔡總統講的不多啦 蘇貞昌講的比較多 我覺得蔡總統已經改了 但蘇貞昌沒改 蘇貞昌作為行政院長應該 呃 一方面是國際的規範嘛 一方面你不是一直抱美國大腿嘛 那拜登都改了 你應該改 另外方面也應該 跟總統一致嘛 用語一致 不要自己獨創 我覺得不好 這種歧視性 侮辱性的字眼 你現在既然兩岸要和解 蔡英文講了好幾次嘛 疫情過後 希望兩岸能恢復對話 那你只要表現一點善言 這樣餓一隻筒 要怎麼對話呢 他說馬總統呼籲了好幾次 這個大陸疫苗事情 但是好像蔡政府 都目前都沒有 我覺得馬總統意思是說 你不要斷人拒絕 也不是說一定要用 好 如果你將來能拿到別的疫苗有效 當然很好 也不一定要用大陸 但是沒有的話 沒有隔壁一定要排斥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一個 很開放的態度 蔡英文應該聽一聽 那怎麼看蔣大陸疫苗有講到說 韓國北市長他可以加分架 很好啊 我覺得他的表態很好 會支持嗎 支持我當然支持他 支持蔡英文講過來了 是 支持能夠勝選的人參選 蔣大陸疫苗有機會勝選 好不好 每次該 Ribe helped 10月10 趁蔣大陸以及